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刘晨来自Cast Crew 我是文子我跳的是HIPHOP 来自Cast Crew 我上来我是想跟千玺导师说的 什么叫打动你 男友没进阶你会觉得有意见吗 意见是没有 我只是觉得可惜就是可惜 因为自己男朋友就特别可惜 还有加上之前的队友们 一个个从我身边走 就太可惜了 我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 身边的每个人都很棒 他们的舞蹈作品 他们的battle 非常的打动到我感染到我 我想说的是这个 由于嘴棒 就 而且跟我前面几个朋友们的间隔差距有点久 我无法让评委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所以我只能说一个 说一个那个事情的起因 由于起因 我的情绪上头了 我就没有把后面的结尾说完 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 就挺尴尬的 和千玺队长说这段话的时候 在想什么 我讲的没有去针对他 因为我没有否认他 我觉得他挺好的 包括他海选的时候 我一直坐在他那边 看着他海选的 我觉得他拍的挺有他自己想法的 就是因为没讲明白 然后情绪上来了 我也没有想到 我说有 有有有有点有点 有点情绪 我是觉得就是 应该把话 就是说清楚吧 她是那种真的是很很大来的这个姑娘 有什么说什么 可能没有说明白 然后刚开始 让别人听到 怎么那么那样 可能有点误会 我觉得这舞是艺术 艺术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感受 我们四个坐在这儿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 可能技术在Dancer里面算是一流的 可能我们的舞台表现 可能并不算是最出色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 对我们每个人的艺术尘美 我们每个人 对我们每个人的感受 我们的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 喜欢的东西 听完千玺队长的话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跳完之后 下场了之后 千玺人很好 就是还跟我去交流了一番 后来讲明白了 我情绪也下来了 因为跳完了 情绪也冷静了 然后就讲明白了 然后跟千玺还握手拥抱 每个人他确实有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点 而且千玺也很冷静 然后相互去去说很多很多点 我有我的想法 你有你的想法 我也接受你的想法 大家都相互去接受对方 而且就是天好呀 女朋友为自己出头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很感动的 我很感动 我超级感动 我都趕快有泪洒的感觉了 如果明年还有我还会来 因为我觉得 我还会穿同样的衣服 我要挺过49强 他下台之后 会不会去安慰一下 我其实不太会安慰 安慰女朋友的一个人 我只能说 不安慰我 我只能说 放心放心 别放心松一点 因为他会在哭嘛 我特别不会照顾女孩子 对然后就说放松放松 我们还是会放松放松 好 好 我是喜欢的